整輛物流車到頭栽摔下變坡 駕駛一度受困 警銷出動救援 何立揚受困車內的駕駛 救了出來 環圍放下繩索 消防隊員爬下山谷 穿越樹叢 準備救人 因為快遞人員送貨途中 車子跌下變坡 他們是來這邊送貨 然後摔下去 那邊是第一次打滑 很多青苔 其實這盤很久都 接那個青苔 沒有人就青而已 物流車經過轉輪處時 還很正常 但下一秒車子 就直接墜下邊坡 翻車意外就發生在 10號下午一點多 新北市平林區 當時一名40歲的 無姓物流車司機 準備到山區送貨 沒想到在轉彎處時 因為路邊太多青苔 整台車摔落邊坡 山區道路狹小 就像就連會車都很困難 當時物流車就行進這裡 旁邊沒有邊坡護欄 才會失控打滑 摔下邊坡 幸好駕駛全程都有 系統安全帶 人才沒有受傷 但已經受到嚴重驚嚇 一度說不出話 協助他把安全帶解開之後 然後由他自行下車 然後再由我們消防車 用吊掛的方式把他拉上來 警方調查物流車駕駛 沒有酒駕 只是敢送貨 再加上路況不熟 車子墜落兩層樓高的邊坡 驚險一瞬間 好在傷勢沒有大礙 經紀新聞中聯邏魏婷 柴伊芳報道 我沒有… 沒問題… 我沒有問題… 我沒有問題… 我不是在… 我沒有問題… 現在已經過了… 那麼… 我沒有問題…